今天來到我們都不單止說一個跑馬的話題 甚至乎我們之前在Youtube都說過 就是英國推出了一個新的升學政策 這個升學居留政策是厲害的 只要你在香港大學畢業 部分年間的中文大學或者科大畢業 你就可以去到居留 而是Master也行 博士也行 這是一個非常優惠的居留政策 可以說是繼BNO5加1之後 又一次搶奪香港的人才 陶先生 你剛剛講完 是不是真的一個這麼好的政策來的 我聽到我都當初以為在發夢 我要刮自己一巴掌覺得痛 我才知道原來英國佬真的出這些怪招 因為你要知道這個完全不合常理 雖然是全球一百間 裡面香港有三間上了磅 Hong Kong U, C U,即是寶大和科大 你有什麼理由 你是剛剛畢業五年來 你拿著那張BA honors 就算是3rd class都可以過來拿兩年以後 來到才找事做 你有沒有搞錯 你是不是應該在香港apply了份工 然後出門了permit 你應該是這樣 你應該在香港有資格找工作 現在不是 如果我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國文學系 我英文不懂的 我讀了四年 先秦文學 唐詩宋詞 讀到成座古老石山 然後這個scheme 我可以馬上買一張機票 拿兩年visa 我走去倫敦和人家忘記做伙記 或者是和行集貨店收錢 我都可以挨救五年5加1就做英國公民 對嗎 現在照他這個scheme字面上是這樣 至於讀其他什麼philosophy women's studies 文化研究 偉偉有份 這些哲學系 在英國哪裏有東西 但現在不是 拿著這個degree這三間東西認可 我馬上可以摸到來 擔擔抬抬抬 由這個叫做腳底按摩 至到針灸 還有 浸會大學和香港大學有中醫中學系 你拿著那個degree 過到來 都馬上可以找一間大陸大媽開那些針灸店 藥材店 和供進去 和腳底按摩 算上下欄都很好找 跟著呢 在這裏無驚無險就有英國password 對不對 大佬這樣不就是在香港挖牆腳 這樣也有得忍 大佬你知道BNO過到來 我都知道有梁振英、葉劉那些呼籲 說應該取消他們香港永久新聞籍 現在這個 scheme 英國佬公開提案來 是不是你特區政府李家超應該馬上反擊 OK 誰響應這個計劃 拿著Hong Kong user過去的呢 馬上在香港大學取消你的畢業新資金 今晚我這段是說給那些藍絲聽 說給張翔聽 就是那些外國那些 你真是壞 各位大媽 你們覺得對不對 大叔大媽 你有沒有忍 你忍不忍到 我陶傑都不能忍了 對不對 有沒有搞錯 為什麼我不忍呢 我告訴你 我有私人理由 為什麼這100間沒有我自己的那間Warrick和LSE LSE 有100間 不過他英國學校就沒所謂了 為什麼沒有我那間大學Warrick Warrick是全英國十大 對不對 我沒有端端被你按低一級 我怎麼肯過來 你問我興不興 我當然興 你問我想不想打沉他 我當然想打沉他 對不對 人是自私 所以我今天絕對會站在梁振英熱樓 和香港親中外國陣營報紙 只要你們說 哪三間大學 哪個響應 立即取消他的大學證書 回來永不錄用 然後聯署 預第一個簽名給我陶傑 我第一個簽名好不好 對不對 還有啊 違反國安法 國安法是國家安全 裡面有經濟安全 也有教育安全 你把三間大學的人全部記住過去 香港就沒有人才 沒有人才 香港大學讀醫科的那些就過去了 沒有人才 香港的投行啊 銀行啊 請不到人做 那是不是經濟安全 給你這三間大學 那些人輸送人才過去 全部破壞 對不對 這樣也能忍 不是吧 不像你又欣欣笑 你現在什麼立場 我兩間我都中 你借住派氣墊 你不要在那裡 不要在那裡裝置 我就表了泰 你表了泰未 你不要在那裡陰陰笑 你贊成你反對 你現在快點放 OK 我就利益申報 那五十間裡面 有兩間我都中的 那我是首位人士 那恭喜你啊 你馬上可以撇 但是那個問題 你是不是博 你是不是五原子 那個問題是差什麼 而是為何我們今時今日推的時候 不是每間都有份 是只有兩三間 其實嚴格來說 只有一間 就是英國殖民地開的那間 香港大學就是膽 中大也有 中大是計年份的 有些年份有 有些年份沒有 科大也是有一年有 有些年份沒有 是嗎 那就是其事 左膠說大愛包容要平等 怎會有些有有些沒有 大哥 進來大學讀書 畢業個個都是戴那張四方帽 個個都是被校監 林鄭月娥拿著卷子肩頭 OK 不是說有些肩大力一點 有些肩大力一點 有些肩大力一點 對不對 如果你的女畢業女生穿件袍 裏面就真空低空上去 見那個特首曾蔭拳拳拳的時候 一望 嘻嘻嘻嘻 故意拳久一點拳多兩棍 這樣就是另計 對不對 那現在不是嘛 個個都一樣 對吧 所以你要講些長情 知不知 不要誤道 以為那些讀哲學 Vomen's Studies 那些都有運行 個個跟著 就回去執定行李 那時候害人不少 幸好江簾頂在這方面 有馮知症 馮老症 你在那裡提供補充資料 要不然今晚三間大學 開派對燒炮獎 到了過幾天 一場空歡喜就無謂 對不對 其實英國政府現在的說法 就要在泰晤士報排名 QS排名 和一個叫做Academic Ranking 這三個排名 就是要其中兩個名列前五十 那麼 香港大學一直都是頂級大學 所以在這裏就沒問題 每年都入了 但是因為中大和科大 有幾年跌了出去前五十名 所以導致到不是每年都中 但是陶先生剛才說的有趣 只要是這三間大學 你那些什麼 Women's Studies Gender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 是 陶先生很不喜歡那些 其實也不要緊 我喜歡 因為我自己不喜歡 因為這些賺錢容易 吹水容易 有錢拿 怎會不喜歡 但是其實大家忘記了暗藏 還有一件事 因為這些規定 不單止是給本科學生 其實主要是給這個碩士和博士生 在香港這三間頂尖大學的碩士和博士生 其實是來自國內頂尖的大學生 即是如果你在北大清華拿到 然後過來香港中文大學 或者香港大學讀過碩士博士 其實你已經符合了這個入境的資格 你只要繞一繞來香港就能過到英國 那我明白你逢知正如外之音 你不用怕 英國是有軍情五處 是不是 你哪個 阿貓阿狗 你拿一個這樣的 香港大學 中文大學 碩士 然後過來後 冒充香港人 那我想 或者是來自一些英國不太信任的國家 那我相信會有一個機制是他們會起底的 不過也很感謝阿貓志正你提這件事出來 我想這個可能是一個 你的意思就是指這個可能是一個流動 對不對 都未必是流動 我相信英國領事館如果有人在聽的話 他剛才你這番說話 溫馨提點 他一定會把這個碩士彈上去外交部 多謝阿貓志正你這麼補充 你說得對的 我不是想幫英國外交部或者內政部補充 主要反而我想提醒這個中國政府 因為你想一下 這次他開這個頭五十排名 不單止是開給香港人 其實他開給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如果包括香港兩間的話 即是如果北大清華的學士 去了外面到碩士的話 其實就會轉手就可以去英國 如果說今次英國 我看到你的YouTube 就說這是英國政府的黃雀行動 我就覺得不是了 這個簡直是英國政府的割韭菜行為 其實是將我們整個香港和國內的人才 一次過割韭菜 你去到哪裡都好 我給你這條道路過來 嘩真的 即是說在技術上 你也知道現在我們今天 中國國家主席 偉大領袖習近平 是北京大學 好像是經濟學博士 這個是他在職的時候 不知道做哪個省委書記的時候 在職進修 所以如果他在五年前拿到北大博士行為 現在他就可以過去英國拿著這件事去移民 是不是這樣意思 大大都可以去 當然你只要三年前還是五年前是博士 是博士五年 是不是 他那個不是名義博士 真的是考回來的 還有香港有個傳媒大肯叫于品海 都是北京大學叫馬克思主義是博士 叫毛澤東思想博士 應該都是五年來拿的 是不是 那位于老闆都可以 循著這條光明大道入英國 去到英國就 另外在孔子學院 開一個毛澤東思想 這個叫補習班 當然可以做 對不對 但是無論怎樣開都好 對於中國來說 現在真的一個大問題 香港經過封城也好 不封也好 香港沒有封城 但是香港經歷過這個疫情 你見得出的移民潮 從中學小學 和從大學的數字 你會見到的 上海今天才解封 你看機場就已經側滿了人 其實早幾天 那些車租都在等人 對呀 對呀 你想想 現在我們是整個國家最高端 最有錢的人才 都開始流失的時候 英國率先出這個政策出來 是真是幫我們割韭菜 真是從一個中國人 如果是中國政府的角度看 這些大英帝國 真是有一次去壓榨我們的人 我們新聞回來 我們繼續 商業電台節目精華 一日放送 立即like、share、comment 記住還要在YouTube 按下鐘仔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 在無話題應 你不會看 有工事 遇到你 我會看 多不去